幼稚园内许多小朋友 一个接着一个排着队在玩游戏 但桃源这所有幼稚园 却惊传有名男童 因为不明原因 竟然离奇死亡 目前情况就小朋友就 疑似是男童家属的男子 抱着一名女童 将死者的水蓝色书包 放进证物袋中 紧接着进入园区 急着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 原来这名三岁半的男童 中午时趴在桌上睡午觉 老师寻堂时察觉 男童有意想要咬醒男童 才发现小男孩已经意识不清楚 也没呼吸才会急忙抢救 园方紧急帮男童做CPR 一直到救护车来后 才交由院方处理 但是很遗憾 最后还是送医不治 目前死因还在调查当中 小朋友可能就是呼吸到的问题 那大家是有感冒有吃药 可是现在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能静后 现在我们不能做任何评断 因为任何评断都不公平 根据了解 这间幼儿园在2016年申报的 学生人数为89人 教职员12人 失声比例约为1比7 警方的监视人员到医院初步检视 男童身上并没有明显外伤 桃园教育局也将前往了解 幼儿园的状况 多方处理希望早日厘清 男童死因 记者林中正曹和声 桃园报导 我们别上方的 证据 证据